好 我现在到了这个 我的房间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樱桃杨智 我现在人在隔离酒店 对 我又来了 这已经是我的第 可能是第四次隔离吧 但是这一次的隔离不一样 这一次的隔离 我要挑战全台湾吃最好的隔离旅馆 那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早餐是什么 两个牛角包 还有酥饼之类的 然后还有蛋啊 蔬菜跟这个火腿肠 它有特别说它的那个早餐肠为丹麦产地 培根为荷兰产地 猪脚为加拿大产地 然后还有水果 如果最喜欢吃的 盐武 这个也是挺老的 统一的麦香奶茶 我应该也是从小喝到大的那种 挺怀念的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早餐 这个菜单呢 你都可以点 就是你可以单点 也可以是包餐的 就是午晚餐 随便点 那只要我们添加1000台币就可以了 今天的午餐来了 我想请和大家说 不管你觉得他们的餐点够不够丰盛 味道是真的 真的很不错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今天的午餐吃手 看一下 它会提供两个这个主餐 主食的部分 这什么鱼啊 这鱼倒还好 嗯 肉排好吃 肉排好吃 好嫩 通常有甜不辣那些 还有些配菜就是香肠啊 黄玉米卷 然后它还配了一个汤 他们的汤都是浓汤这种的 而不是好像白开水一样的清汤 那当然也有一些什么丸子汤那些也是很好喝的 嗯 今天是南瓜 奶油南瓜汤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午餐 今天的晚餐来了 是什么晚餐让我情不自禁的换上一件红色的小礼服呢 答案就是我最爱吃的和牛 和牛的份量不是很多 就是四盎司 两块 两块和牛 四盎司 嗯 诶 早上是肉片汤 还是蚊子汤 还有这个甜点 这个绿豆 雪哈 雪哈很少 绿豆很多 先看看这个和牛怎么样 这道具实在是太难差 太难用 嗯 非常好吃 就有一点点甜 有点偏甜 我不是喜欢偏甜的 不过还OK 在各地旅馆里面可以吃到和牛大餐 真的已经很感动了 今天这个和牛大餐 满分 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他桌上有一些饼干 然后他说这个就是都可以补 每天都可以补 好像还不错 哦 有饮料 对 这个也是可以补的 但是他为什么不放在冰箱里 是温的 好 这些通通都可以补咖啡包 这些 然后这边有水 我觉得还不错 今天是我隔离的 第四还是第五天吧 我已经不记得了 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我还是一样的忙啊 那我的工作属性 本来就不是 要每天到外面上班的那种 所以一切就好像跟之前一样 唯一不同的就是吃得很好很好 然后今天的午餐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非常喜欢今天的午餐 因为很爽口 今天的午餐是 鲜虾凯撒凤梨沙拉 主要是这个 然后我觉得中午吃这个刚刚好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凯撒酱 蔬菜糖 冰咖啡 冰咖啡 它咖啡可以选热的跟冰的 我选冰的 因为热的自己可以泡 冰的只能是他们做 先来一口凤梨 非常鲜甜 不酸 因为我其实不太爱吃凤梨 我怕太酸 好沙 这还算挺多的 就我没有把它放开之下 可以看到一二三四四条虾 不错 这个是我很喜欢吃的 因为从隔离开始 我就睡了比较晚 所以常常早餐吃完没多久 我就感觉午餐又来了 所以今天这个午餐对我来讲 是刚刚好 很清爽很喜欢 那非常好吃 这个隔离酒店挺好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提供这个 干净的床单给你换 因为其他的隔离酒店 都是你一住进来之后 整个15天的隔离期 然后北京的话是21天 都是那个 头一套的那个 就是床品 真的很恶心 那这个旅馆的话 就是看你要换多少次都行 那我自己平常一个礼拜 都要换两次的这个床单跟枕头套 然后跟大家讲 尤其枕头套 其实是很脏的 所以一定要常常更换 我觉得一个礼拜两次是至少的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隔离酒店 都很干净 今天的晚餐 有必要和大家好说一下 我居然在隔离旅馆吃到 叹叹 龙虾 真的不愧是全台湾最好吃的隔离旅馆 当然我没有每一间去调查啦 但是我觉得隔离旅馆做到这样子 已经是非常棒了 不管早餐 午餐晚餐都很丰盛 而且不是那种说分量多到 要让你吃不吃不了的那种 然后味道也都很好 我基本上没有一餐觉得是不好吃的 或者普通的都很好吃 那现在就来尝尝看这个龙虾的味道怎么样 这个是玫瑰盐奶油龙虾 而且我喜欢它的咸度什么都很符合我的口味 他们的汤也不错 经常是可以喝到浓汤 我之前都有隔离旅馆就没有 浓汤好像就那么一次玉米浓汤吧 其他都是那种清汤 而且他们的浓汤真的是料很多 你看 料多现足又美味 那我就继续享受啦 今天的晚餐又让我感动了 虽然还没吃 但是我已经觉得应该是很好吃 今天的晚餐有烤凤梨牛排甜点 还有这个小份沙拉 旁边那个是应该是糖水啦 给这个冰咖啡的 然后这个是奶油玉米浓汤 真的很丰盛耶 没有大大的漂亮的餐盒 是不是以为隔离酒店透工减料 其实今天吃的是台北有名的干杯烧肉饭 台北的干杯烧肉非常好吃 你去餐厅那个干杯餐厅吃的话 可能两个人就要吃饱的话就要吃掉了可能两千多三千台币 但是他们今天这个肉也不是太多 好小气 好啦 不过毕竟是在隔离中还是很高兴了 开动 我的隔离快结束了 但是就在我以为 经历了龙虾 和牛 菲利 凤梨虾沙拉 泰式料理 日本料理之后 应该不会有什么惊喜了吧 没想到我错了 这个是今天的晚餐 那今天晚上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德国猪饺 然后这个是芥末蛋黄酱 还有这个奶油玉米浓汤 然后还有这个小甜点 甜点是水鸡的 德国脆皮猪饺 看起来很好吃 这个德国猪饺真的超好吃 真的很好吃 给大家吃吃看 还不错 香果巧克力 还有一块是 这是巧克力核桃 在隔离旅馆的这15天 是没有人帮你打扫的 所以一开始就要规划 如何保持干净 像我会在洗手间这边呢 先垫这个地垫 地垫啊 毛巾这些 那这样子的话呢 例如说你像我要掉发严重啊 或者什么灰尘啊 这些 你就几天换一次毛巾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洗手台 它有给一个抹布 让你就是随时清理台面 所以我还可以相对保持一个整洁 这个已经是我隔离第13天了 都还可以吧 我在隔离期间的生活 其实是没什么不同的和之前 就一样是工作嘛 然后我一样保养啊 健身啊都不会落下 每天早晚保养皮肤 还有擦这个身体乳 健身 我一样每天健身 然后虽然这个旅馆呢 它一半是那个木质地板 一半是地毯 那我一样就是在地毯上面跳绳 有一点困难 但是也还好啦 就是还能跳 就是一开始不习惯 后面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 我的生活 在隔离期间 没什么差别 我隔离的这几次 我还常常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今天是我隔离的最后一个晚上 要给大家验收一下身材 因为拍这个全台湾吃最好的隔离酒店呢 真的是很难保持身材 大家也看到就是 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我每天都是吃到撑到不行 那当然我也就坚持运动 所以我还是像隔离之前一样 就是有做马甲线 做腹肌 然后做这个翘臀 做这个翘臀运动 然后还有这个手臂 还有这个胸肌 背肌 那个耳翼字 都还是跟之前一样 但是这个运动量有加一点 然后我还有跳绳 隔一天跳一次 只是说 在地毯上跳有点辛苦 因为 就是会一次绊倒 但是我还是坚持 所以呢 虽然没有体重肌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都 没怎么胖 还是 可以很勉强看到这个 一点腹肌 好啦 那我这个明天就恢复自由了 那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樱桃杨子 我们下回见 这是今天的晚餐 真的很丰富 但是 我不喜欢吃鸭肉 这是今天的午餐 啊 我谁吃不下了 嗯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